2023年10月8日,Behold Israel事工机构,Amir Safati的特别新闻通讯。 周六,美好的安息日早晨6点半,欢乐的祝鹏节的最后一天,以色列全国各地的人都还在睡觉。 在距离加沙边境仅5公里的以色列南部,一场由1000多名年轻人参加的通宵欢庆活动刚刚开始接近尾声。 这些人却不知道,在这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即将以从未使用过的能力对以色列发动多层次全面的袭击。 许多无人机向沿着边境围栏的各个以色列军事哨所投掷炸弹,使得沿着加沙边境的地面指挥系统立即失效,结果没剩下任何人能向上级领导报告所发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火箭弹开始从加沙发射到以色列,先是数百枚,然后是数千枚,这样发射火箭并不罕见。 不同寻常的是,有大量的导弹这一次突破了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掩护第三次袭击,这是加沙地带以前从未发生过的袭击。 边境围栏被冲破,有些地方甚至被完全推倒,一千多名恐怖分子从围栏的缺口涌入以色列境内。 有些人坐着汽车或卡车进来,有很多人骑着摩托车进来,他们都是来追捕犹太人的。 他们在以色列境内最早发现的一批人群是参加一个欢庆派对的年轻人,恐怖分子包围了参加聚会的人,并且开枪。 超过260人被屠杀,其他人则被围捕并作为人质带回袈裟。 与此同时,在边境沿线的许多城镇和基布兹集体公社的人家被敲门声敲醒,他们就开门,在自家门口被冷血地杀害。 还有许多人被绑架,带离了边境。 枪声开始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是以色列的警察、消防员和急救人员。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试图保护无辜平民时被杀。 那么,以色列军方怎么没有反应? 首先,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边境梯队的通讯已被切断。 再者,过去,火箭弹从袈裟发射到以色列往往是为了掩盖恐怖分子从北部的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轨迹。 结果这一次,很多特种部队的行动分队都去错了方向。 以色列军方花了四个小时才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这个行动后来被定名为铁剑行动。 到那时,大屠杀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死伤。 街道上散落着犹太平民的尸体。 仍有人数不明的人被绑架并扣为人质被带去袈杀。 妇女、儿童、老人无一倖免于这些巴勒斯坦罪犯的暴行。 自从纳粹大屠杀以来,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犹太人在公共场合被围捕、殴打、羞辱。 而在当代的以色列,境内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件。 这次战局到后来终于逆转,于是恐怖分子逃回了袈杀。 以色列国防军跟着恐怖分子进到袈杀。 哈马斯的成员从最高领导人到士兵,以及他们的总部、仓库和住宅都成为攻击的目标。 这是以色列军方三级反应的一部分。 第一级反应是清除以色列境内的所有恐怖分子。 在这次袭击中,所有跨越了边境,仍停留在以色列的人都需要被逮捕或执行死刑。 第二级反应是从哈马斯和其他威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手中夺取他们所有的军事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政府援引了以色列基本法第40条,这相当于宣战。 上一次使用以色列基本法第40条,是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 此举将使以色列国防军能够动用所有空中、地面和海军力量来完成这一英勇的重大举措。 以色列回应的第三个层次,是追究在这次袭击中协助哈马斯的各个国家的责任。 哈马斯的装备和技术都不足以独自发动完成这次袭击。 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伊朗,但美国情报部门表示,阿亚图拉并未参与。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谁拥有足够先进的干扰设备,使以色列的铁穷防御系统完全失效了? 另外,哪个国家已经能够有效地使用无人机对准目标投掷炸弹? 答案是俄罗斯。 由于以色列不断扩大天然气出口,同时,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各个敌人,包括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等的关系不断加深, 莫斯科和伊路撒冷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恶化。 我的最新小说,来自遥远的北方,Out of the Far North,深入探讨了这种日益严重的国际违规行为。 要想知道如何有效地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我们必须了解导致这次攻击的原因,以及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证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这次恐怖行动,与过去的不满无关,与土地无关,与自由派政客和媒体会提出的任何其他借口无关。 这次恐怖行动,纯粹是宗教性质的。 他们给这次袭击起的名字,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次袭击行动名叫阿克萨洪水行动。 在上周刚刚过去的赎罪日和祝鹏节圣日期间,参观或者说涌入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地带,那里也是圣殿山的犹太人数量创历史新高。 激进的穆斯林称其为挑衅,尽管这样的聚集是合法的、有序的。 而犹太人既没有在圣殿山上做礼拜,也没有扰乱伊斯兰教的礼拜活动。 但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早在上周之前就一直存在。 如果说激进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都同意一件事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同意以色列的犹太人必须被彻底灭绝。 这与土地无关,这是基于宗教的种族灭绝,是伊朗和激进圣战议程激起推动的。 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这种仇恨的根源,请观看我做的一个视频讲解。 最后的吉哈德,最后的圣战。 因为这次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和其他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的根源是基于宗教和种族,而不是行动。 所以我们知道,作为犹太人,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再次袭击我们。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剥夺他们袭击我们的能力。 接下来,以色列必须恢复其威慑力,无论是基于对我们以色列军队实力的尊重,还是通过让每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都感到恐惧。 他们必须明白,如果他们考虑加入圣战分子,那么他们的家人和家园可能会发生什么。 此外,以色列还必须消灭哈马斯。 为此,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停止关心世界会说什么,媒体会说什么,现在必须要毫不留情了。 接下来,肯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搞清楚,边境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色列拥有极其先进的设备和传感器,怎么可能看不到这种袭击的到来呢? 我们怎么会完全没有发现边境围栏被拆除,数百辆车辆从缺口涌入的情况呢? 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新的通讯网络我们无法访问呢? 以色列的情报服务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我们要问的最根本的问题是, 第一,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次袭击? 第二,如果我们其实知道这次行动,那么是谁阻断了信息? 这些是现在每个以色列人心里都在问的问题。 我不属于众多阴谋论者,但我百分之百地同意,有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必须得到回答。 周六事件是以色列的911事件,目前发现的以色列人尸体已超过700多具, 我预计未来几天这个数字将至少达到1000,已有超过2000人受伤,其中许多人伤势严重。 我祷告,这次的恐怖事件能以某种方式为我这个严重支离破碎的国家带来团结。 我也希望,其他国家来拥抱我们,支持我们,能为以色列带来更大的和平。 但是,因为我了解圣经,我明白任何进展都是短暂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暴力。 我们刚刚经历的是对以色列袭击的第一阶段,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恐怖组织,对犹太平民造成了严重损伤和破坏。 接下来将进入第二阶段,众多恐怖组织将联合起来从多个战线发动攻击。 真主党将与其他伊朗的代理人组织一起来摧毁以色列。 就连我的小说《约滩行动》《Operation Yorktown》的主人公尼尔塔沃尔对抗的恐怖组织卡塔伊布·塞伊德·舒哈达, 在周六发生袭击事件后,也对以色列和美国发出了威胁。 第三阶段将是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的阶段,这就是以希杰书38章预言的战争。 我知道有些人把周六刚发生的这次攻击与以希杰书38章战争联系起来。 这不可能是以希杰书38章战争,有三个原因。 首先,与以希杰书38章战争相比,这次行动的规模太小了。 其次,以希杰书38章战争的参与国并没有都参与这次行动。 第三,美国刚刚向该地区派遣了携带约110枚战斧导弹的杰拉尔德·福特号航母打击群。 这一事实,使得这次行动不可能是以希杰书38章战争。 因为在以希结束38章战争时,不会有任何国家来援助以色列。 请为以色列祷告,为失去亲人的家庭祷告,为俘虏和伤员祷告。 他们所遭受的创伤难以置信,他们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很多年里都必须要继续处理这些创伤。 祷告祈求内塔尼亚胡总理和政府在对哈马斯施以惩罚回应时, 以及为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评估计划时有智慧。 最重要的是要祷告神借此事件得荣耀。 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而心碎。 在这样的时刻,我唯一能找到安慰的地方就是圣经。 耶利米埃哥三章46到50节,55到57节。 我们所有的仇敌都张开口攻击我们,我们遭遇的只是恐惧、陷阱、毁坏和灭亡。 我的眼泪像江河流下,都因我的人民的灭亡。 我的眼泪涌流不停,总不止息,直到耶和华垂顾从天上关注。 耶和华啊,我从坑的最深处呼求你的名。 你曾经垂听我的声音,现在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救的呼声。 我每逢呼求你的时候,你就靠近我,说不要惧怕。 我们等候主回来。